新冠肺炎疫情让旅外国际艺术家优席夫没有办法回去英国工作 而从疫情爆发到现在他留在台湾已经超过半年了 不过这个时间他也没有闲着 让他在自己的家乡为部落族人做更多事情 分享了更多创作理念也让更多人认识这块土地 灿烂的笑容在色彩鲜艳的画作前面 与游客分享自己的创作理念 他是Yosif原本就说应该要在英国或爱丁堡工作 但是因为这波新冠状病毒留在台湾已经有半年的时间 他说这也让他有更多时间陪陪父母家人 以及做他很想做的事 这几年英国台湾两地跑的Yosif念念不忘花年土地 所以把自己的老家整理开设一文空间 协助更多原住民族艺术家展示作品 替原住民铺一条回家的路 也因为新冠状病毒影响 2020年似乎已经不再可能有出国旅行的机会 这也冲击到了旅外国际艺术家Yosif返回英国工作时间 更是从疫情爆发后 留在台湾到现在已经有半年左右 这个时间也让Yosif在自己的家乡 为部罗族人做更多事情 分享更多的创作理念 也让更多人认识这块土地 记者高中双预阵采访报道